呛呛三人行 咱们请冷战史的专家 沈志华老师 已经给咱们砍了一级了 砍朝鲜战争 我先给你讲一个新闻 朝鲜主义有调整 你看到吗 最近朝鲜今年六月份 时隔39年首次修改 就说这个政策高度 规范力度高于宪法 高于劳动党章成的 叫什么呢 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 这个就是韩国媒体报道的 这个明文规定了白头山血统 就是金正恩一家的政权世袭制 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说 他在这次十大原则当中 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句 也不讲共产主义伪业了 用什么呢 用主体革命伪业替代了共产主义伪业 所以在韩国人媒体研判 就说这事实上是等于宣布 朝鲜是王朝国家 但是其实他本来他的所谓的共产主义 也都只是个空词而已 其实你去看他们的宣传 他们其实很少谈共产主义 比如包括金日成 他们一家人 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太了解 他们读很多二手 他读毛的东西还读的比较多 他本来就是一个主体思想才是一个真正 马克思主义是个门面而已 是这样吧 对 他这样子 他这个主体思想 他最早晋升的是在1955年12月提出来的 他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的批判世大主义 是 因为原来朝鲜 他总是在周边几个大国全国的之间 不是中国统治他 就是日本统治他 要不然就苏联统治他 他就轮着转 所以有一种这个世大主义 所谓世大主义就是说谁势力大 谁谁谁 我就侍奉谁 我就听谁的 这是过去传统的那个 那金神呢 就一直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这个这个民族国家 一个独立自主的这个外交 对 但是当时的情况下 他还比较难做到 因为面对着美国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 他又不依靠中国和苏联的话 他根本没法对付 所以那个时候 他虽然提出这个问题 他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主要是针对党内的 还不是作为对外政策提出 就我 我研究这段 我看 因为他党内呢 他有两拨人 一拨就是延安派 一拨就是莫子和外 就是苏联的和延安的中国的这个这个干部 当然都是朝鲜族的了 所以他要强调就是你们都是朝鲜人 要有自主 但是又不能明说 所以就不好说 就提出来 什么时候开始加强这个了呢 是文革的时候 对 文革的时候中朝关系非常紧张 中国一个认为朝鲜休了 变修正主义 变修了 因为那会主要是中苏的那个那个矛盾太大 对 那个 很难办 勃利涅夫上台以后改变了对朝鲜的 原来赫鲁晓夫是不管朝鲜 你要钱跟中国要钱 你要武器跟中国要 他不理 那个他下台以后 那个那个那个苏联 勃利涅夫就改变 你要什么 我钱比苏联多 比中国多 我武器比中国好 那当然金日成就跟他要 所以 他们俩就比较接近 那再加上中国的文革 自己那个清高 那个 左心 看着谁都是反革命 谁都修正主义 都树一致 就咱自己革命 所以这个时候 关系就分裂了 分裂了以后 你看你注意看报纸 他就是这个时候开始 大量的宣传 就刚才你说那个 主体 主体 政治主体 军事主体 经济主体 什么 完了就是主体思想 是就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咱们是讲的 毛泽东思想那会儿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什么什么的 马克思主义 他讲主体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咱们讲毛泽东思想指引着 人类前进的方向 他说主体思想指引着 什么被压迫人民的 哎呀 完了就是跟中国对着干 那你说像这个当年这个朝鲜呢 这还有一个疑案呢 就是这个仗啊 最后打完了 打完了这个志愿军 是不是还留在朝鲜一段时间 对 啊 就关于这个撤军 呃 你有什么研究 啊 他这样子 就是当时因为呃 实际上朝鲜呃 签订的那是一个一个停战协定 是 就是等于就是先把停火了 嗯 但是不算合约 是要是合约呢 那就是战争结束了 所以现在从法律上讲 不能说 其实没有结束 朝鲜战争结束 你只能说停战 停战 啊 就是停了 停了60年 现在其实没有 还有可能打 还有可能 对 对 起码金正恩感觉是这太多 谁随时都能打 对 他要他要他在也是用什么什么撤销 那个那个停火议案 反正是个威胁吧 但是法律上是这样啊 那么 本来呢 是说呃 召开一个政治会议 来解决这个合约的问题 就解决朝鲜 因为他涉及到停了以后 就是这个朝鲜统一的问题 就到底这俩政府怎么算 你这是 对不对 但是 会议上没解决 没解决 就僵持在那了 主要 我主要原因是当时冷战那种对峙的局面 双方谁也不愿意让步 就没解决 没解决这样 美军就住在那 中国军队也就住下来了 住下来了以后 呃 但实际上 五四年 五五年 我看那个俄国档案里头 就是呃 苏联驻朝鲜的大使 给苏联外交部写的报告 说啊 就他觉得中朝关系非常奇怪 呃 非常 就是 呃 微妙 对 让人感到不解 嗯 他说为什么呢 说这个 都常常结束了 呃 朝鲜办了十一个 关于战争的什么纪念馆 展览馆 嗯 类似这样的 他说没没有 一张照片 没有一个场景是说志愿军的 是说中国志愿军的 嗯 那当然也不提苏联 嗯 就这个 呃 非常奇怪 他说还一个呢 就是说志愿军总部 呃 驻扎在离平壤很远的一个 一个地方 非常偏僻 那个也没有道路 嗯 说这个朝鲜领导人从从来不去看 不去看望他们 嗯 嗯 他他就讲 他说他们认为中朝关系是有问题 哎 我想这个其实毛泽东心里也非常清楚 因为朝鲜战争期间啊 中朝之间矛盾非常大 志愿军指挥权的问题 铁路管理权的问题 什么一些战略安排是不是南下的问题 停战谈判的条件 时机 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问题上 中朝之间意见都不一致 是不是主要比如说金日成他比较倾向于还是统一朝鲜 望南要打 对他就是金城的他老是一厢情愿 就是他不顾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这个事实 就是当然他想通借着中国军队实现统一 但是中国也帮助也也实现不了 已经打成那样了 但他就打到三八线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是是是也就差不多了 那就是那完全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美军当时为什么气急败坏感觉不能理解啊 说这支军队空军是零 海军是零 我跟你说恶都能恶死一半 这打的是这个仗啊 他最后这个仗恶都恶死一半啊 就是我的那昨天还看一个连的战士伏击美军呢 零下四十度趴在雪地里 第二天起来没一个起来的成冰雕了 那你说就这个打成这样 我好奇的是这么听下来 我一直感觉有一个感觉 现在好像听您这么讲更加强烈 解决朝鲜战争是个替人家打的仗吗 是就是替人家打的 但是这里头 但是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他是替朝鲜打 这是不错 但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出兵是要解决中苏关系的问题 因为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 如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 中国再跟苏联闹翻了 这个对整个中国这个政权是是有威胁的 因为他你已经得罪了美国人了 你现在苏联得罪了 你一个共产党这个刚刚拿的得到天下 到底怎么治理这个经济上的社会问题混乱 再加上国民党那边又要反攻大陆 他这个很难处理 所以他只能稳住一头 而我就我就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战争 我们朝鲜表明我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议员 而且我是有担当的 果然中国一出兵 那苏联的飞机也来了 揭助也来了 这个资金贷款技术 苏联专家都来了 156项 所以后来中国经济一下就起来了 全是靠到苏联 所以他这个是有很复杂的计算 他是非常非常政治任务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最后咱们的这个正规部队 这志愿军是怎么撤军的呢 他撤军是这样子 主要还是毛泽东考虑中朝关系 因为 就是1956年以后 1956年苏公二十大批判斯大林 批判斯大林以后 在朝鲜劳动党内呢 就掀起了一股批判金城的一股潮流 这个潮流呢 当时主要是延安派干部和苏联派干部 因为当时他们受到金城的打压嘛 这些人就被金城给肃清了 肃清了呢 很多人就逃到中国来了 大部分逃到中国来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阵 双方关系非常紧张 因为金城就派人来要 说你就把人给我引渡回来 叛乱分子 毛就发脾气了 这说什么引渡什么 回去你就得杀了 这都是革命同志 哪能容得你如此对待 不行 而且你这个绝对是错误的 派这个彭克怀和这个米高阳到平壤去 找金城 你把你这个 因为他八月全会 中央全会做了个决议 就把所有这些人开除出党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什么反革命分子 扣一大堆帽子 后来就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逼着朝鲜 把这决议给改了 所以金城其实心里非常不满 但你看他又没办法 你是一个老大哥老二哥 还得靠着他们 那边又是南朝鲜美国人 你说他怎么办 得了 他就认了 认了但他心里不满 那正在这会儿呢 五六年十月 匈牙利出事了 匈牙利出事 这中国人苏联又都 转到欧洲去了 所以金城就想摆脱中国 他就提出了取消中朝委员会 他不是把门店谈判 有中朝委员会和联合国军委员会 在中立国委员会 他的意思就直接跟联合国谈 解决朝鲜问题 所以毛就非常生气 就跟这个苏联人商量 你怎么处理他 处理这金城 所以我有两个办法 第一我们要管 那这是社会主义阵营 不管行吗 反正我们在那还有几十万人 我们可以帮助他改正错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不管了 以后朝鲜的事咱们都不要管了 金城随他去 他愿意干嘛干嘛 天下下雨 天下嫁人 对 就这话 就随他去 后来 何鲁晓夫到底怎么反应的 现在找不到这个材料 所以这个事就搁下了 但是搁下了以后 你是能看出来 这几十万志愿军在朝鲜 对金城 他就是个威胁 当然 所以到1957年底 中苏关系开始出现问题了 就毛泽东发觉跟苏联已经 不对 开始有距离了 这时候他就要安抚周边的小兄弟了 朝鲜了 越南了 这个是吧 要不然都 东欧的都跟着苏联跑了 这个亚洲这几个在跟着苏联跑 中国不彻底孤立了 对 所以就突然向金日成表示 说金日成都是 你还是很革命的嘛 你的立场很坚定 我是听了坏人的话 误会你了 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这57年11月 然后又说 说你要如果不放心的话 我就把志愿军全部撤回来 这么着 金日成第二次谈 说和我非常欢迎 我们讨论了 您赶快撤走吧 然后58年2月周恩来就去了 去了就把整个撤军的条件时间 时间表定 所以到58年10月份 全部志愿军就回国了 撤回国了 这个时候朝鲜才真正的就独立了 咱们也该去广告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沈老师夫妇 就是到处寻找历史 最近他们竟然去了温都尔汉 我给你看看 他们在手机里拍的照片 这就是温都尔汉 当年林彪所谓坠机的地方 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茫茫草原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真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再看 他们还见到当地人 有的三叉戟的残骸 对 这就是个仓门 就三叉戟的残骸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这次算是田野调查 我就引出了另一个疑案 一直关于朝鲜战争 咱们听到过的传说 就是开始说想让林彪 派林彪去打 但是林彪未战 因为林彪很谨慎 认为他不主张开战 所以他也拒绝了 但是沈老师好像觉得 不一定是这么回事 我最近确实研究了这个问题 看了很多材料 我觉得过去传言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没有找到一份材料 是文件能支持这个 而且这个其实都是回忆录传言 传来传去 大家都这么说 我是林彪怕死 不敢出战 这个 对 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 我看整个过程 应该有三点最大的问题 我来 就是我的研究的成果 第一个 就是毛泽东开始 不根本就没叫林彪挂帅 开始叫 开始叫的是素玉 就是7月7号 东北边防军成立的时候 之前毛就给素玉 发了个电报 说请他到北京来 有新任务给你 当时素玉不是指挥台湾战役吗 但是超越战役一打 台湾战役肯定打不了了 所以我想素玉他也明白 所以素玉就回了个店 说我有病 那么暂时去不了 那毛的意思呢 又来电报 说你就到北京来看病 看病呢 有什么事 咱们就好商量 那素玉又回电 说我已经在青岛住院了 后来就没让他来 那么他为什么 这个素玉不来呢 其实素玉也不是怕打仗 他打台湾不是一样打 台湾不一定比朝鲜好打 他主要是不愿意指挥林彪的部队 是是是 因为打那个朝鲜战尊 朝鲜战争用的十三兵团 四爷的 四爷 他们那个他们那儿 他就是不打台湾 你还得防台湾呢 所以这个 我想啊 因为我也查了很多其他材料 这个他主要是这个原因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林彪 毛为什么不让他去 林彪确实有病 根本就没法指挥作战 这怎么都病了 对 因为他们这些战将 都是常年得不到医治 一直风餐露宿 你想想 而且林彪这个病是比较早 他不是那个 有名的病 对啊 在那个 就是平均湾大战的时候 被人打了颗 对国民党打了颗子弹 国民党病 后来呢 倒是到苏联给拿出来了 但拿出来以后呢 就落了个后遗症 这个我还在俄国档案里 还都查着了 他真去看过 对他去那看过 而且47年48年49年 这个连续给他联系 让他到了 他到了湖南的时候 就过了长江以后 湖南战役没打完 他就定不住了 就撤到武汉 了养 好 第三个原因呢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如果真让林彪出战 林彪一定会去 因为我看了一个材料 就是9月15号 人传登陆以后 9月18号 林彪就把他的 这个在武汉的四野情报部门的 领导人全部招到北京去 说了这么一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很可能打过三八线 中央一定会出兵 而且很可能叫 那应该是邀请全面对 请全面对 你